來 選這邊 這是上次給各位 這個 有講過 不是講過 跟各位提過一個例子 那時候這時候會給他學 這是一個 在一套跟上套位置有放上 PG子機 這是一個假期取代 我們應該覺得假期取代 那時候我就有問我說 這個 我們之前解釋你的 因為審訊品是利用 對頭一樣 OEP對不對 哪會回動 合正的電話來出現 那這個假期怎麼推動 一樣的道理 如果呢 你今天看到的是 這樣子的取代機 它是電子機 那我怎麼知道 它在哪一個位置點 要出現這個 負電盒在哪個位置點 等於出現選擇 記得這件事情嗎 我們最討論的事是這樣 我跟你說 如果這個這樣子會動過來 有得到這樣子的工程式 所以這邊是要接接鋪墊的 可以打進去 它這樣子怎麼看啊 它沒有兩個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怎麼動 一樣嗎 不知道工程會長怎麼樣 你啊 這個假性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 頭的開壓 所以你就知道 它的固點 我只能待在這個端點上 只是你不是利用一樣 只是一個 Pythonating的固點 都會有件事情 那你如果是在Meta位置 也是一樣啊 為什麼是啊 如果我這樣的動陣出現 它一樣是去 當初的電盒來的太陽 所以我的負電盒在這邊 就跟以後 它有定義模一樣的 這個判斷的方式 好 所以這邊如果可以接受 都知道什麼 我如果這邊是一個 打印 跟這個打印軟的發生軟 它的共振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比較偏 parsal positive 記得吧 講過這件事情 它的管陣 什麼做 共振過來 時間去摸放 一個鍵跑到蛋蛋裡面去 是在鎮墊的 那以這個來講呢 這個地方是 這個 這個 三號位置 有一個最近 這邊的鎮墊 所以它喜歡做什麼動作 以它來看 電子跑出電盒在鎮墊 帶附電盒在鎮墊 所以 怎麼看電子跑出電盒 是比較偏 這個 附電的附像 所以當然是 由它去抓到它 做完後面的反應 好 我做了後面的反應之後 你會知道什麼事情呢 反應的發生過程 如果你沒辦法聽那麼快 就一步過去畫它 反應的發生過程 發生什麼事呢 一號位置 它是假雞 三號位置是假雞 所以你看三號位置就是假雞 你看這裡 這個地方呢 都還是 漸在深層跟斷葉的過程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是你的擺雞毛白 帶CN的擺雞毛白 這個CM要到什麼地方 它有在對方 一個是白個邊 一個是白個邊 你要放哪邊 下去這一個 為什麼 ANDOR 你要讓它靠在裡面 所以它就得到一個 穩定的中間 這個水群水或水泰 然後得到一個 動力血的長度 所以你的CN 是朝著下面的 然後呢 這張生成一個新的鑑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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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這件事情嗎 好 這邊有假雞 還有處理 這邊有假雞 那外側假雞要放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跟大家講過 第二張生成的時候 在外側的那兩個假雞 把自己當成是一個打印 這時候兩個群太雞 打印都還從上面上來 我要怎麼動 我要這樣子動 這樣子動 所以呢 在外側的是朝向下面去 在內側是朝向上面去 所以我畫出來的時候怎麼樣 在外側的是要朝向下面去 所以呢 你的CN是在上面 相對的呢 你一個假雞 心是朝向上面去 哪裡有去 這邊板腳還有長度 不是嗎 最輕是朝向上面來 後面採機是朝向下面去 所以呢 我最後還出來的結果 是要設定一下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兩個呢 必須是 同向的 同向的 這張是這麼 常畫出來 因為這個六圓黃 一個手套的是4加2 但是六圓黃 中間在這個面板 本來這個地方假雞呢 還是這種假雞 不用搞預定發覺 為什麼 這是一個裡面的 沒有什麼 它又是任何的事情 對不對 做出來之後呢 這裡看我取代機 這邊有一個CN 這邊有一個假雞 問題來了 這兩個假雞的位置 經過剛剛的解析之後 知道什麼意思啊 這個地方是因為 N公路 不要吵笑下來 上面這個地方呢 則是因為它本來的代曆呢 它就是擺在外面 它就是朝向的代曆 所以你畫出來結果 就這樣 它跟它 都是朝著底面的下方 畫面面的下方 所以 經過這個 有聽到嗎 簡單的來看它 這個 在代曆的外面的 反應碗 它就在平面的下面 這一個 是 這個 Dienofi的取代機 它就是要做Android 它要在裡面 所以這兩個 就需要朝裡面 這是在做 你的這個 取代的這個反應前 才可以交換 我會說 對 啊哈 保持 這個 這樣 這樣才對 對 對 因為 負要跟正要在一起 好 請向心事 全是這個節目 好 所以這就是要跟你在 可能講過一次 給你保證 DSEO的一定是你的行為會考的 一定會 要馬是你拆解回 怎麼合成出來的 要馬是給你養的這個反應物 讓你把它做成事 這個DSEO的常人 就是絕對會考的 好 我們今天會 待會兒會發考權 然後 因為我等一下 這個 12年 我要去海藏學院 那個他們要 那個 徵選肌肉教師 所以我要 強行提升 但是 我的 就是助教 他會下來發 那請都 不怕我待會忘記 請都會拿到之後呢 我們的總分是 103 就直接 算扣 就是前面那半部 1到7 底全部都是 扣分的 你就用103去扣 然後 後面的加分題對不對 那地方是給你另外加的 給你另外加的 所以 那是我 等一下在後面都加分的 加分那一題 除非你完全就沒有動它 反正有點混 你抄題目我都給你1分了 然後你如果 稍微細一點點的機制 就算是錯了 我都給你 第2分 然後 同學寫到第三部 我就去感動了 然後寫到一個機會 但是 那是加分題 本來就不是在你的總分裡面的 所以我是另外加給你 那是另外加給你 然後 呃 還是跟上學期一樣 我會把你的考試分為60 30 所以 就算你考得不好 拜託 期末考還有一次 你把它考好 上學期有同學 期末考得很好的時候 分成大分高 期末考得很不好 可是期末考考的確實很好 所以請你不要放棄 你一定要好好的再去準備 而且我所有題目裡面 就只有一題 是筆記的 記得嗎 一刻分子出來 有TPR 所以一刻有TPR 那那題目 稍微有點問題 我是做掉一個假機 可是我那邊有另外給你算分數 我就看你怎麼去看他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做SWOCK STATION 那個是基本的機制 而已 其他都沒有動 其他全部都是課本 聽不出來的 一題都沒有看 最高的分總學 因為齁 我們有稍微 這個 有一些同學寫得很好 不過另外加分 就是 寫得很清楚 或另外加分 所以最高分的 100分 就是 最高分的100分 我記得100分以上 好好養分 所以 這個其實每天好好準備 因為那題目是很多 都從課本出來 我夠給你聽不出 就出來了 除了另外兩個是 是從你的筆記出來 之外 其他都是課本的 所以我沒有考額外 那連這個 都算加分了 就是 另外 你有看過 寫得很明顯出 好 最後讓我給你們看之後 因為我被要求說 這個 討訣都要回收 因為我們需要 使用我們需要 使用OS 好 所以請你們 你們拿回去看 看完之後 我會把那個答案 貼在我的CS外面 你們有問題 可以去看那個答案 然後呢 在下禮拜 一個任何問題 你要先把討訣 先交給我CS給出效 他們會拿給我 然後下禮拜 請你們把討訣全部回收 然後交給其上 他要保存 然後去做品 就會用到 所以請你們要 配合一下 還是想要一件事情 期末考還是很重要 到期末考呢 這次的期末考 我會希望能夠留下一節課 幫你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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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你不要就不念了 念不要就不念了 我們到時候會再跟你討論一些題 這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到一些方向主化物的特性 也跟各位介紹過 方向主化物呢 從我們在這個前一節課 前面當政辦部 討完之後辦部的課 這個坎貝階生 一直延續下來跟同時期 幫我出現 分子中出現的這個 第二個 單間之外第二間解 我們所謂的拍間解之後呢 就開始進入了 你有拍的幫你嗎 就歐米歐這些事情 對不對 剛我出現了這個拍AO之後呢 這個拍AO代表是一個 比較弱的見解 可是我加成這樣一個單間之外 讓整個見解是加強的 雙劍一定比單間強的 我說是整個雙劍 對兩個原則的 那一個歐啊 你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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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小小小小小小 這是跟你介紹 這是 介紹出之前跟你介紹 這個選擇性的時候 我是用O給你介紹 那是之前跟你介紹的時候 是用OR 對不對 那現在告訴你同學 會不會說 那如果沒有O沒有癢 沒有拍檔內心現象的時候 你再去看一個位置 一樣嘛 你就只要單純看 正電荷可以被 玩機有的定價就可以了 好 我們在往下看喔 這個 這個 AOmetic排排的 是來自這個潛濃縮所造成的無定能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無定能呢? 原因就在於 當我有連續的拍劍結形成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這些連續的拍劍結 在連續的碳的T果韻上面 進行電子的非定域化 所以這些電子會在它的 碳之間的T果韻 開始進行這個流動的動作 會讓我的相位進行排列組合 它會進行不同的相位的組合 你可以重新排列出不同的拍的MO MO的進行 當我從當純的T果韻像是的連續軌縮 進一步的去進行這些 連續軌縮之後 我得到的連續軌縮之後 代表什麼意義啊? 我會讓我的連續軌縮重新的聚高合成 一部分變成比較低的邦定MO 一部分比較高的邦定MO 這些低的跟高的代表就是什麼? 代表就是這些電子互相的交通作用 讓他們不喜歡交通作用 你用這個問題 它做我們一件事情幹嘛交通作用? 交通作用的目的只有一個 讓我的電子能夠更穩定 如果我進行交通作用完之後 是要我更不穩定 我就不需要做這件事情了 就不需要做這件事情了 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們上次討論到說 這個方向化好物是一個非常低碳清筆的化好物之後 大家開始提出它的一個解釋 為什麼會得到這樣子 C6H6 這種類型的低碳清筆的化合物呢? 第一個是不是提出 因為它的低碳清筆是 六個碳完成一個六圓環 這時候呢 每兩個碳再把自己建構出一個雙間主管 可是沒辦法解釋 為什麼這些化合物沒有辦法進行 雙間改進行的這些化學管 然後呢 它的這個化學的反應能呢 相較這個 它該被測出來的 低碳的相較水 低碳的這個 這個 Pulture of the Mall 的能量呢 低了第八極的Pulture 非常非常多物體 這個什麼意思啊? 代表的意思是 它非常的不容易發生反應 它非常的不容易發生反應 代表它真實的物體 畢竟是 是高的 是高的 好 好 像它觀念下來之後呢 開始建立出說 有一種化合物類型的 我們把它叫做 annualase 像annualase 這個化合物呢 它們定義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Cyclin-Titial Power 是環狀的碳清化合物 然後呢 它是有交錯 這個建立的 單件與雙件的結構 像下面的這四種化合物 都是長一樣的 它們全部都是環狀的結構 環狀結構 環狀結構 然後呢 雙丹雙丹 雙丹雙丹雙丹 雙丹雙丹 都是交錯的 所以這交錯意 代表什麼意思啊? 每一個碳上面都有一個P軌玉 這個P軌玉呢 用來跟隔壁的碳 去進行一個拍劍的建設 形成一個拍的建設 所以呢 它是一個連續的P軌玉 所構成的一個環狀的這個結構 那是不是 這一切所有的annualase 環狀的碳清化合物 有交錯的雙丹雙丹雙丹 全部都是放上負荷而入門 不是 不是齁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四環的 六環的 八環的裡面 甚至只有六環的 是屬於almetic方法 其他這兩個都不是 這兩個都不是 那這兩個不是 到底是屬於哪一種化合物呢? 還沒叫你 再先告訴你 這個叫做anti-almetic 這個叫做non-almetic 不一樣喔 所以 道具模仿的時候 你要怎麼正確盤管 誰是non-almetic 誰是anti-almetic 誰是almetic 誰是almetic 這是一個基本的證詞 所以不會去為哪裡 你要去練習 我會播題目標 你要去練習 可是呢 那個練習一定要你解釋 你們看過我的考試齁 我不喜歡寫答案 你只要有解釋的 你都會有萬分 有些解釋出來呢 我就知道你的多多少 你解釋錯了 答案錯了 但是你要解釋 我知道你的小法錯在什麼裏 你還有部分的問題 但是你都不解釋 寫個答案給我 那我就很難給你 因為我都不曉得你是 從根本上是錯人 還是屬於事情 那個點的問題 那我看過各位的考卷 或是看過各位的整個問題之後呢 我會想辦法在 之後的課再跟你 重新再講自己的觀點 不會和你講 但是會在資料時候跟你講 很多同學都算是在臉上 那為什麼你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講到你的角色 我就可以告訴你 所以這邊就告訴你呢 如果到底是八環的結構 這是一個Cycle太rani Cycle Ocar太rani 這個命名不要忘記了 Cycle指的是形狀式環狀 Ocar就是八個胎 Petroni 指的是四個轉介 所以你就看到 先畫出一個Cycle Ocar的形狀 畫出一個環心碗的形狀出來之後 再放上四個這個double放上去 這就是最後的結構出來 這個結構呢 它的形狀呢 是長得像一個盆子一樣 或是像蜜缸一樣 代表什麼意思啊 它被圖面 它不是一個裡面的圖形 這個在被圖構形呢 就造成了它不是一個方向包圍 我們還沒有教裡面方向包圍的判斷 但是你可以想想要什麼方向包圍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講過啊 你如果要讓你的雙劍 能夠有額外的固定 是要進入利用PiMO去討論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讓它體力下來 是因為我的拍電子 連續拍電子 能夠共同去組成一個新的分子鬼異 我的電子有機會能夠從原來的Pi Histar填到了 塞萬塞庫塞助一塞後塞 塞塞一塞 但是如果沒有機會 然後還有什麼跟圖形 那我的拍電子還是會建 他還是在哪個部 比較高的裡面的方向 他就沒有機會去做出一個比較穩定的化合的結構 所以本身分子的裡面結構 是最終要的 這個最終要的事情 是最終要的事情 必須要分子裡面的結構 所以他是討論喔 那我怎麼去知道這樣子的開圖域的形狀控制 那怎麼會去影響到本環的這一個穩定性 所以再回進入本環穩定這個結構之前 今天本環六個碳六個形成 主要有三個雙界 他勢必會讓整體的分子的電子 填進去我的這個電子的穩定能 是大過三個獨立的海界 是大過三個獨立的海界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要實際提供 關於本環 這個分子彈的M-O 它可以拿著Opicle分子彈的這些討論喔 第一個 本環的結構長什麼樣子呢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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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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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董環的解構,用盤的按鈕 兩邊按鈕有的棵線 每個盤的磕有的尺寸 我會用盤子用盤子用盤子 為了盤子用盤子用盤的磕 每個盤上有的磕 就是120度每一個都是SP2對不對 這個每一個碳都是SP2 表示什麼 這些是平面的 這邊是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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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是平面的 這三個是平面的 能夠代表說它會是平面嗎 整個是平面的 不會喔 它有可能怎樣啊 出現兩個面角 出現對兩個面角出來 兩個兩個平面會靠在一起 相對兩個面角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知道它整個分子 是平面的 我們考慮一件事情 每一個碳碳碳碳 除了它拿來建構SP2出來 各個所有體驟 一個 是不是 的 好 PM Italia 對 上面這個構型呢 每一個這個P國E上面都還有一顆電子 都還有一顆電子 就是基本上本環 你只要知道說它是很胎件的時候 如果是被固定住的 有可能這邊是那個胎件 這邊是那個胎件 這邊是那個胎件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可是我們知道喔 這邊它是變成CP國E 這邊有顆 各有一顆的胎件 各有一個P國E的存在 這時候我們就會猜測怎麼樣 這六顆電子 第一次會交換作業很像 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下午說兩顆會更穩定 那就就是一個更穩定的分子鮪魚 對不對 我有給你一隻鮪魚 哪六個 1 2 3 4 5 6 同性多顆之後 我要得到幾個分子鮪魚啊 再得到六個 再得到六個 你怎麼知道得到哪六個 我們要畫出來分子 就像是講的話關口 關稅域的二條單一一樣 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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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這些獨立的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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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的互相共享 不是嗎 所以你畫在你的這個分子量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剛畫出來的是什麼 畫出來是第一個 全部下面 我這畫給你看是全部第一個 全部的向位是相等的 全部的向位都是相等的 大家都是正正正正正正的 接下來畫什麼 出現了第一個Node 兩個被一個Node的格開來 它有什麼畫法是什麼 從中間畫下來 這邊是來了 這邊是綠的 出現了一個Node 接下來呢 出現了兩個Node 接下來呢 出現了三個Node 把全部格開來的 兩兩之間全部都是沒有太放平的 一樣是全部都沒有太放平 所以我去看它 這邊呢 是 我們往下看 我變得比較細的 這是第一個最穩定的 Bus Amo of Benin 全部的向位是完全相等的 所以這是最穩定的那一個 最低的Pi-1 Pi-1的Pi-1的Pi-1 它呢 是沒有Node的出現 然後呢 它有非常低的Pi-1的Pi-1 因為所有的電子 都可以自由自在 在6個碳之前滑過去 Dlocal在6個碳中間 它的向位 每一個電子所代表的位 每一個向位都是加成的 在這邊都是加成出來的 所以它是穩定的電子結構 當我出現了 第一個Node出來的時候呢 會出現什麼現象嗎 當我出現中間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會得到什麼 這兩個間是B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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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全部有1 2 3 4 4個Bunding的 這個M0 4個Bunding的這個出現 以及呢 中間一個Node 讓這兩個間是Bunding 這兩個間是Bunding 是兩個Bunding的 右邊這個也一樣 如果呢 我們是把它給 隔開來 我把它給隔開來 然後呢 我們來看 隔開來之後呢 中間Node是穿過了 端點的彈 然後呢 這兩個間是Bunding 這兩個間也是Bunding 它跟它中間 沒有的 這邊沒有 這邊是NanBunding NanBunding NanBunding 所以 全部胖完之後 這邊得到什麼結果啊 得到的是 兩種可能性 都會得到的是 兩個Bunding的這個端 NanBunding 兩個都是Bunding的主体 好 第三種 往下的話 會出現兩個Node 兩個Node 一個本來是什麼 一個是穿過你的中間列 另外一條是 從你的平面借下來 這時候借下來之後呢 你會得到什麼 兩個相比的 這個果肉 這兩個是N-Ti 它們各式的反面都是 這個NanBunding 所以呢 Poto 是一個 兩個N-Ti-Bunding的主体 右邊這個則是什麼呢 它的兩個Node 是穿過 和N-Ti-Bunding的 所以呢 這兩邊是Bunding 這兩邊是Bunding 剩下的呢 這個四對呢 都是N-Ti-Bunding 所以它也是 兩個N-Ti-Bunding的存在 所以 這邊這兩個 都是兩個N-Ti-Bunding的存在 都是兩個N-Ti-Bunding的存在 那我們再往下看 最後一個 我們剛剛已經講幾個 所以一個一個 一個Node的兩個 兩個N-Ti-Bunding的兩個 所以還剩下一個 現在一個是什麼 我每一個鬼域之間 都有Node 所以它全部都是 這個N-Ti-Bunding 有型的N-Ti-Bunding嗎 兩兩嗎 1 2 3 4 5 6 6N-Ti-Bunding的存在 所以它是最不穩定的 那個N-Ti-Bunding的存在 所以你畫的時候會像什麼樣子 我們如果把它畫出來 看它 我們如果把它畫出來 我們來 我來看它 我們剛剛講的是什麼事情 這個是你本環的這些事情 打造的呢 第一個可能是 六個全部都是鬼域 第二盤呢 是什麼 在中間 形成一個Node 然後鼻子之間 這邊是方圖 這邊也是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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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邊則是 我從兩個彈之間畫下來 然後呢 這兩個彈之間畫下來之後呢 會造成 這個 上面半部是 這個N-Ti-Bunding 上面半部是 N-Ti-Bunding 下面是N-Ti-Bunding 兩邊是N-Ti-Bunding 所以你可以知道什麼 第一階層是最穩定 右二方圖 上面這個階層呢 是兩個N-Ti-Bunding 上面這個階層是 兩邊N-Ti-Bunding 上面這個階層是 兩邊N-Ti-Bunding 所以 中間這條 他們兩個中間 假設這個階層 這條階層 這條階層 單純的Bunding 對不對 正單純的B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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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要開始點它的這個電池 我再點它電池 我再點它電池 總共起的電池 有幾個 我可以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我可以點它 我點進去之後 點什麼樣子呢 這邊它主要一定不容易 哇塞 有 為什麼我看 這部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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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就是我看到 黑一個整齊 好 這是全部 這些哪邊會出現Nope 哪邊會出現 邦尼相位的變化 這是計算出來的 不是用 不是用想像 而是算出來的 那算出來的 告訴你說呢 所以一個Nope的時候 有可能是出現在 這個間諜中間的一個Nope 有可能呢 是出現在這個Nope 但是呢 算出來結果 都符合一件事情 就是能解釋一段 一段的長條 這邊全部是六個八面 接下來是兩個Nope 兩個Nope 六個Nope 就是可以想像得到 填在這以下的 都會比 原來你放在CP上的問題 對不對 你會比怎麼穩定啊 比你單純的兩個電子 形成胎電子 你單純的兩個電子 形成胎電子 在哪裡 在你的P 上面 下面跟上面 形成一個胎電子 開始大了 然後你呢 這六對 這三對電子 都填在胎裡面 然後呢 有兩個對電子 兩個邦點 一定比拍的一個邦點 在哪裡 所以 如果你可以接受這個概念之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把它畫出來 我們把它畫出來 這是一個本環的形狀 我都會講 這是一個正六小型 真的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排列成一個分子鬼異之後呢 它裡面的六個星的分子鬼異 你剛好 位置呢 形狀排的這個順序呢 就剛好可以把它想像成 是在 碳的六個短點 碳的六個短點 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不是說 這個鬼異在這個碳的位置 不是這樣子 是剛好算出來的六個 這個可能的MO 它的能接的分布的形狀 就跟你的這個 各角形狀長得很像 長得很像 因為這個是六個短點的 叫做 牌腕 你們看到牌腕 這個呢 則是兩個短點的 牌褲 兩個短點的 牌褲 這個呢 是兩個 N牌短點的 牌褲 這個呢 也是兩個 N牌褲 這個 不是六個 N牌褲 牌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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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告訴你說 這一些 不同的六個形狀 在這個地方叫做 拍完 不是 是我告訴你 這六個 皮骨褲 重新組合成 新的六個 牌褲之後 當你把它的能接 排列起來的時候 它的形狀剛好跟對角形是一樣的 剛好跟對角形是一樣的 是 一、二、二、一 這樣的排列方式 這也把都是鋼褲 代表什麼意思 你看你的中間線 挖出來 這個中間線指的是什麼 這是一個空的皮骨褲 希望看六個電子在這邊 你本來是填了六個 拍電子在六個皮骨褲上 本來六個都在上面 現在你要怎麼點 我要填進來之後呢 很寬 重新填電子之後 填在哪裡 最低的先開始點 一個 兩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所以 先跟它原本單組 都交互作用的時候 去評審 這六個是不是全部填在的 比它還要低的位置 所謂的 方定的 MO來的 沒有人填到 比這個原本能接高的 所謂 M-Pi方定的MO 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去跟拍電比 好 你曉得說老師 它又不是這樣子 它就是三對拍電 有道理 它如果不是三對 它如果不是這樣子 它可知道是什麼 它如果是能拍電是怎麼樣 因為真的是 這個有三對 對不對 每一對是怎麼樣 那 六個填原電子在這個 低的 拍電子 這什麼填 它是要比兩個 兩個方定 跟六個方定 還要得到啊 是不是 所以 填紋的時候 代表的是 如果我照 這個L-O填下來之後 我的六顆 P-Qui上的六顆 拍電子 都填到的 比較低的 方定模模 這一些所帶來的 能量的 這些 差距 不就反映在 你剛剛看到的 那個本環 降下來的能量差嗎 就是因為 這六顆電子 全部都排在 裡面的 在電音組織 這地方你要聽得懂嗎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原因在於 我們從本環的 物理性質 從它能量性質 已經知道了 本環相較 單獨的三個拍線 來講 它是非常穩定的 那為什麼穩定 表示這三對拍線 不會是單獨存在 那就我們所學過的 M-O的概念 如果 我的三對的 這個 拍方定 它是連續存在 這時候呢 三對拍方定上面的 六顆拍電子 會彼此交互作用 怎麼彼此交互作用 這六顆 會彼此拿來進行 這個M-O的組合 M-O的組合 對不對 怎麼組合的 第一種組合 六顆連在一起 我們希望用六顆 全部相對相對 但這就是方定 第二個能階層上來 我一個Node上來之後 經過計算 發現 我有兩個可能性 就會出現一個Node 一個長這樣 一個長這樣 不用飛它 為什麼 你就知道說 這兩個方法是 兩個方法 這個近的這一個方法 是兩個方法 所以呢 這個能階是一致的 就是這樣 這往上提升 變兩個Node 又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所以出現 派4跟派5 這兩個M-O 三個M-O 三個Node出現的時候 是彼此間 全部都有生態方法 合得到一個 全部是六個用態方法 所以你已經把六顆 這個B-Q-U 變成了六顆新的派M-O 只牽涉派電子喔 並沒有牽涉到 它的SP-2 裡面主動到的所有 Sigma方法 都沒有用到 只牽涉到派電子 所以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再幫六個碳上面的 六個電子 找一個新家 他們本來大家都是住在 一個小房房裡面的 現在住在大樓裡面 這六顆可以到處跑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畫出來之後呢 中間這個是P-2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一定不會有在那邊P的位置 為什麼 當我住進新家之後 我多了三層樓可以跑 上面這三樓呢 要花他用力氣跑到四樓以上 會被不上去了 但是我可以填到很低的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 我可以兩個變成P-2 這樣有沒有好處 有 相較六個P-2 有好處 可是呢 我兩個兩個形成P-2 有時候 你點或是你形成三對星的P-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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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對 給一對電子點舉的 不會有三對 這三對就是我們點在 對不對 上面的一個方便的位置 我們藉屬在P-2 所以 在神的中間比這個 我全部電子都點在 兩個方便以下的絕對接來 所以 這整個本環的分子 就是來自於 我的分子 電子點進來的 電子點進來的 造成 這樣 你聽懂嗎 大概 聽到現在大概 聽那種七層有錯 聽得懂 有個 聽懂的五六層 大家回去想想 有機會在 知道他的這個過程 還要滑滑汗 你畫不容易就知道 這個過程 那同學問得很好 你怎麼知道是這種畫法 你算出來的 特別有些題目叫你畫八個 你畫四個 你怎麼這樣畫得出來 這個不容易畫得出來 但是你可以知道什麼意思 你可以知道說 他一定是順著 沒有能力 沒有任何的Node 兩個Node 一個Node 兩個Node 三個Node 就是你知道的事情 好 那我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之後呢 下一個問題就來了 那 逐步你今天讀四六個本環 你說我們剛才講過 四環的跟八環的 都不是Elementic 六環的是Elementic 你怎麼知道四環的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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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畫畫看四環 這是一個四環的Psycho-Vuta-Dain Psycho-Vuta-Dain 這個Psycho-Vuta-Dain呢 它的能界 畫出來有什麼樣子 我有四個Psycho-Vuta-Dain 放在這裡 Psycho-Vuta 你可以畫出 斑 丁網 先畫出來 Psycho-Petain Dain呢 那代表的是什麼 裸娘的雙劍 裸娘的雙劍 這就是Psycho-Vuta-Dain 這個Psycho-Vuta-Dain 這個Psycho-Vuta-Dain 這面每一個都在普遍度 每一個碳上面呢 也都同時具有 這個 四個 這四顆冰果律呢 各帶有一顆 帶鏈子 所以我一樣要把這四顆拿來去做出新的四個果律書來 你看 誰會聽見果律 我畫出來的時候 到底是第一層一定是大家覺得不是鋼琳 這種問題 畫得出來 全部都是鋼琳的這個畫法 就一種的畫法 大家就全部開一個四處去的 你說沒有喔 說可以把律書畫上的就畫下去 那怎麼會這樣 代表的是什麼 我想說 大家想說 相位透明應該代表什麼 你們四個之間 彼此是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是相對相反的 大家都相對彼此 這都很鋼琳的 主要是最低的 四個方法 當我要畫出第一個node的時候呢 它就會畫在中間 或是畫在這個中間 就出現了第一個node 然後我們可以來算算看 那它的bounding跟它長什麼樣 你畫在中間 畫在這邊都一樣 你看 你把這個線畫在這邊都說 你看 這兩個是b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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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兩個是node 這兩個也是node 這兩個是node 所以拖頭把它直錄 看完油耳完之後 這一條是node 什麼node 什麼node 它是在屁股底下 就屁股底下 接下來呢 出現兩個node 彼此連兩兩形成不同的這個 這個 屁股底下 形成不同的香味 所以出現了幾個 這個node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還有四個node 所以當你把它化成人接之後 它長什麼樣子 這個地方是 穩定的方法 結果呢 這邊出現了 這個兩個拍度跟拍三 這兩個會跟原來的蘋果魚的 能接是一隻的 然後呢 出現一個高的 這個能接出來 所以 四個能接 你如果把這四個能接呢 要去 畫出它的這個 排列的方式的形狀呢 它剛好會是這樣這樣 三個個單影 就會出現一個 四角形的形狀 斷臉這個 跟那個口感一樣 斷臉這個 四個蘋果魚 形成四個新的能接 這四個能接呢 就形成在這裡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叫拍腕 這是第二個 叫拍蚪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三個 叫拍蚪 這是拍蚪 拍腕呢 是這裡 拍腕 是 這邊這一個 四個循環都是bunding 所以拍腕是四個bunding 然後呢 拍蚪呢 是這個 兩個bunding 然後跟兩個node 所以這邊是nonebunding 所以這邊是nonebunding nonebunding 最高的這個呢 則是四個nonebunding 如果這時候你要問說 為什麼nonebunding比較高 那就慘了 對不對 我們講過嘛 當定是讓人們 能量的bunding 來的過程 兩個電子被局限在兩個原子上 不能夠出現在他們這個原子中間的 那就很大道理 好 我把它畫出來 中間的中心線 不刷出來 這個中心線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如果 如果呢 我的四個nonebunding 上面一個點子 通通都沒有 拿來做交通作用的時候 那就是nonebunding 還是有 還是有 好在哪裡 至少我有兩顆填到台灣 可是呢 我還有另外兩顆 必須要填到 當中心線 看看你覺得 這個分子會是穩定的嗎 是穩定的分子嗎 沒有喔 這邊真的很難 我有兩顆單點子 填到我的結果檔子 沒有我結果檔子 好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 這個我們告訴你介紹 這個叫做nonebunding 是反方向組的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什麼叫反方向組啊 反方向組是什麼 它不但沒有反方向組的特性 它的能量啊 環還比不環難的不穩定 環還比不環難的不穩定 欸 講到最後就有趣了 什麼叫做它不環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 塞國標大印 就是這樣 它不環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很熟 這是不環的結構 這是它不環的結構 這是它不環的結構 這是不環的結構 這是一個cold screen 這是一個open chain 一樣啊 試個看 然後呢 兩顆裝肩出來 如果我環起來結構 比不環的結構要不穩定 那它就比釋放下去 那你怎麼知道它比較不穩定 你怎麼知道比較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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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去過嗎 如果你是這一個 關群不要擔贏 它的MO 它的MO 長什麼樣 關群不要擔贏的MO 這個是 拼土銀對不對 它能夠長什麼樣子 我都不用畫了 鍵前進來 4顆鍵子 第1顆 第2顆 第3顆 第4顆 它有沒有比較穩定 我是不是4顆全部鍵在 以為以下的方 所以 當我的 環狀結構 以過環的結構 過環的不穩定 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反向主要畫 因為它裡面的頭 是會移動的 它不需要把它關起來 再聽一次喔 我怎麼畫出這一個人 因為我們 前面畫兩三結構 在教育中畫 所以我會怎麼破畫它 對不對 這四顆怎麼出來的 就是一樣啊 四顆先開出來 全部都是藍的 相位全無不一樣 還有什麼 藍藍綠綠就是這條 藍綠綠藍 這一條 藍綠藍綠就是這條 藍綠藍綠就是這條 這四個不同的理解 這是開反向主要畫出來的 記得這件事情吧 所以你就知道了 你拿它 跟拿它去 是不一樣的事情 它是不一樣的 同樣的概念 我說我會來看本環 我說我會來看本環 它如果本環去跟一個這個六條的主比 如果本環去跟這個主比 一樣喔 雖然我們沒有學過 沒有去畫過 但是你可以猜得到 它應該會長怎麼樣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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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絕密要穩定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原因 為什麼當我把它緩起來之後 我可以形成比宰穩定的一種 相對不和望的時候 因為本環是最像比較穩定的人 所以你就是在延續的 我們之前教過你的 那個 共和系統 你怎麼去畫出共和系統的 這個三次結構的 在過程 好 所以 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講過 我要跟你解釋的事情是什麼 你可以解釋的事情是 如果我是一個環狀的碳氫化合物 環狀的碳氫化合物 它是具有雙線的 單瘡單瘡錯概來的 這間化合物 為什麼能夠具有 額外的穩定 在本環這類型的 Elementic compound 它為什麼能夠 這個比較穩定 那為什麼我說四格的 我是八格的 會是進入不穩定的狀態 會是不穩定的狀態 跟什麼有關係 跟我的MO怎麼生成的有關係 如果 我的MO填進去的時候 我所有的胎電子 都填在了bonding以下 而且我六個bonding 我六個bonding的存在 1 還有一個什麼 兩個bonding的存在 這兩顆同心 四顆同心 四顆同心的bonding 是1的能接 這時候 這個分子可得到 額外的能力 可得到額外的能力 那四顆的不行 為什麼 因為四顆的那一種 環狀況呢 它雖然兩個疊在 四顆bonding的臺灣 可是另外兩顆 是以單天磁的方式 黏在那幫族的危機 跟那幫族的危機 所以呢 它是一個相較 比較不穩定的 不像是方向主要路 全部有的問題 相較相較誰 相較不穩 摸完的時候呢 我的三顆附加的暗影 四顆附加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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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可以在 放進暗影 這樣 了解這個判斷的方式了吧 好 所以知道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進入 這個 這類型的環狀況霧的這個 這個 介紹 最後你看 已經跟各位 稍微簡單的講過了 它的結構的話 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剛好 你如果是用一個 Cycle Elken的方式去畫它的時候 比如說 這個暗影是一個六環的 再做對暗影 是一個四環 畫出來之後呢 每六個碳 你就要生成 新的六個πm 四個碳 四個環 四圓環 要生成新的四個πm 八個碳 生成的環 就要形成八個πm 這個八個πm 六個πm 跟四個πm 如果你把你的 這些新的分屬於 你把排列起來的時候 它剛好就會等於是 你把你的分屬型都排列起來 因為分屬它最像 在你的燈點畫上一個 人間的狀態的時候 它想要是它的一切狀態 的形狀 所以說你四個圓環的時候 畫出來的六分屬於 你平常是一二二五 四圓環呢是一四 八圓環呢則是一二二五二五 大概什麼意思啊 你都不用去畫它 你可以猜測出它的氣候 你猜測出它的這個能量 你八圓環來講 一定是沒有弄 一個node 兩個node 三個node 四個node 所以能界是一個一個疊上去的 能界是一個一個疊上去的 所以畫了出來這個結構 好 那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畫出這樣的結構 這個印象很遠 不然空一幻 不然叫空一幻 那最後的事情就是告訴你說 我要怎麼判斷這些分屬 是不是屬於方向性的方法 有可能抓住一個圓環 待會可以介紹它 可是呢 那這邊很多的規則 你的拍電子的數目是4n加2 你進度方向數 你的拍電子的數目是4n 也就是說你的拍電子的數目是4個倍數的時候 它不會是這個方向數 你是4n加2才會是方向數啊 為什麼 這個方向數 我們在本環上面的分子毀玉的建立 怎麼建立出來它的分子毀玉的 我們也跟各位介紹說 這個建立起來之後 你把電子填進來之後 會讓你的電子填進毀玉的能量下降 就是穩定下來的電子的分裂 那告訴我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當我把這個環狀的氮氧化合物裡面 具有接地的這個單窗劍的結構 化成它的能界 化成那些能界之後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比如說你是個六環的 四環的 八環的 甚至七環的 五環的都可以 你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在這個端鐵朝下的時候 把它的形狀化出來 每一個端鐵就可以排列成它能界的樣子 這能界的樣子 雖然你不見得畫得出來 它有這個相位朝上朝下怎麼排列的 但是你一定可以把它排列成 這個環的氮氧化 知道得到什麼 下面十六環的Node 兩個Node 一個Node 兩個Node 以及三個Node 慢慢的把它的結定排下去 照它能量力運作提升的這個過程 那你要排列它的方式呢 就是要用這個端鐵朝下 這個不同的這個 每一個角呢 都是一個能界的這個打個位置 我們把這個環的氮氧化 這個環的氮氧化呢 這個環的氮氧化呢 它是給你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可以去畫出這個 具有這種共惡系統 和狀共惡系統的這種分子 能界的這個排列 你即使畫不出來它的這個 這個分子的這個 文藝的形狀 它的相對不同 可以說畫得出它能界排列的方式 或是能界排列的方式 所以各個我們大家來之後呢 這是一個bending的這個構型 這三個叫binding 這是一個cycle的 這個oparchetronic的這個結構 它有八個端鐵 中心鐵一方呢 這個通過的位置呢 剛好就是nmgdn 是在中心鐵一方的 所以我們剛講的 六環的這個結構呢 它的位置點呢 這個點點子的時候呢 是把當頂的mO全部給填滿 到了四環的時候呢 它的點法是怎麼樣 點進之後呢 先把兩顆這個電子 點在最低能界時候呢 位在nmgdn 再進一步的 到了CycleHepaHeproin的結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這邊點滿了 再點剩下的1 2 3 4 5 6 7 8 欸 兩顆點到那邊的位置啊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規則喔 如果你是這個6顆電子 所謂4n加到這種方式 你會把你的分子點在你的電子裡面 可是你如果是4顆電子 或是8顆電子 所謂4n1或2 這時候呢 你的分子能力就會致到一個 不穩定Lonbounding的這個乾電子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呢 當有人能接排列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這個電子這樣 這個燈起來是哪兩顆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4n加的狀態之下 你一定會在最高 你騙到最高的人就想出現兩顆半填滿的這個電子 出現兩顆這個半填滿在Lonbounding的這個 所以就建定了我們之後去判斷 一個分子呢 怎麼去畫出它的這個電子的 這個排列的這個分子的狀態 整天判斷這個分子都會存在這個過程 所以呢 我們要開始來跟你介紹 那你要怎麼看那個分子是什麼 這個很基本的一個概念介紹喔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啦 你在你所認識的 這個你所看過的分子裡面 雖然你學過的有機一個學期多了 可是你看過的方向主化號碼很少 還很少 頂多看看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你看過非常多的方向主化號碼 在哪裡呢 在生物系統的非常多方向主化號碼 包括 Remedi 包括 Giri 還有 還有 Indo Indo在哪裡 在Trito粉的測電 那就是一個方向主化號碼 還有呢 VNN的領袋本環對不對 還有呢 這個Pyrosy 本環帶一個OH 它是一個Beno的結構 所以在生物系統裡面呢 本環的分子呢 出現的其實一向都很高 一向都很高 而且呢 這一些 這個具有方向主化號碼 裡面呢 通常呢 會以這個雜黃分子的方式所在 像一個帶蛋 帶氧 等等的 帶了蛋蛋的氧之後呢 在生物系統裡面呢 你們所學到的 學到物質 拿來講星間的 接手者 或是攻擊者的使用 但事實上呢 這一些 處在環礁系統裡面的雜黃分子 他們 往往都還會去扮演 減的角色 在生物裡面會帶你減的角色 所以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系統 在生物系統裡面 這一些小分子 帶有粉環的 帶有這個方向化號碼的 這些小分子 它在那個蛋呢 都扮演著一個弱減 就扮演著弱酸 所以它可以在你的身體 我的身體也一樣 大家的身體都一樣 都在你的八個系統裡面 它在特定時間裡 當你半乳酸提供起機制 在特定時間裡半乳酸 在特定時間裡半乳酸 當作機制的接受者 所以方向除歐的特性呢 會影響到這一些 召喚分子的分子特性 分子特性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在這個elementic compound的時候呢 這些結構裡面呢 它必須要做反重結構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呢 它必須要有共二的 contregative 拍方理 它必須要有共二的 這個拍的這個見解 然後呢 每一個原子的帶環裡面呢 它呢 都必須要有 它必須要有 沒有經過這個 原子鬼略物質的這些 P鬼略物質 什麼意思 我的碳上面呢 不能是Sv3 如果你去Sv3的這個碳 那 表示什麼意思啊 我的碳的一個S跟三個P 都拿來用 你哪裡還有多餘的P 讓人家共用這個電子 共用你的這個P鬼略物質 所以是別人家 如果都有拍電子 然後P鬼略 跑到你身上就斷掉了 因為你根本沒有空 你根本就要跑 所以每一個分子 必須要Sv over Sv Sv over Sv 這是要提供你的P鬼略物質 然後呢 這些P鬼略物質 必須要這個 continuous overlap around the ring 什麼意思啊 它必須要每一個P鬼略物質 它能夠排列的很好 大家能夠共享 大家能夠共享 所以呢 這個結構呢 必須是平面的 Otos to ten 它必須要很接近平面 你不接近平面啊 這一點其實沒辦法共用 沒辦法共用 在什麼位子裡 這個 你有學過類似的概念啊 你們有學過ami bonding 對不對 你們有學過蛋白質 配胎棒 是不是告訴你 配胎棒是一個平面結構 為什麼 看起來很不像啊 配胎棒明明就是一個 卡工沒有下山一個蛋 那個蛋有一個取代機 一個接輕 一個下一個代機 怎麼看那個蛋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接近SP3的 因為那蛋這邊帶有個中配 三個接近 它也是一個接近 三個結構 怎麼會三個想出來是平面的 這是因為啊 為了讓它產生共振 因為你每出現一個共振式 都會得到緣分 後半的我們就在共振 所以當我有共振式之後呢 我的結構就被迫 要拉成是一個平面的 這個結構形狀 最平面 最電子的共振 能值得很重要 當我要做共振的過程當中的時候呢 我的平面 我的電子要跳到對人家去的時候 我要跟人家去拍照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的屁股一定會 要互相轉變 你總不能說 你家長這樣我家長這樣 你要屁股要跳過後下 跳過後來啊 你要怎麼樣 屁股會用力為互相 你家長在一樣的方向 或者是什麼 差一點點可以接受 但至少我有機會 能夠 overlap 我也是能夠在兩個 組織之間跑到處 所以呢 我的低迫力呢 必須是要連續的 也就代表呢 我的分子形狀 要接近裡面 它其實是要接近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這些比多出來的 它也要從 超過的位 那是超過的位 那是超過的位 問得好 所以呢 四人加二是一個女胖母 可是呢 如果你補了四人加二 但是呢 這個 你的分子形狀 根本就不是裡面的 那你也不用進入考慮 它是沒有辦法 它就是一個納的概念 因為呢 它根本沒有辦法進行 這個拍影子不相後面 沒辦法形成新的派人 所以平面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所以前面這三條 非常的重要 當你的分子呢 符合了這個 必須是一個 Cycab Pancelary-Bomb 第二條 你要去檢查 它具有 Cycab Pancelary-Bomb 然後是環境的很好 下一條是檢查 這是每一個 看這邊都是具有病毒率的 也有 有沒有 在我們下看 那這個分子是不是平面的 到這一步 如果 違反了上面這三條的 任何一條 它就是Non-Polimatic 什麼意思 它就不是方向主 你也投入不保存它 就不要保存它 它是非方向主 好 如果上面上面都滿足 結果呢 我管起來之後 的能量 沒有比較低 那我們把稱之外 這是一個 Anti-Germatic 叫做 反方向主 好 例子在哪裡 就在這裡 這個結構 是不是平面的 是平面的 有沒有連續批鬼域 有連續批鬼域 有沒有每一個 探聲都在sb2 每一個探聲都在sb2 所以 它不是那個m 它不屬於方向主 好 而其中的意義 可是呢 那它玩起來的過程 有沒有比較穩定 沒有 所以它是一個 反方向主 好 我們今天上完學生的特色相個禮拜呢 我會把這個規則 用寫成一彈子 趕快的冰寫一次 但是你要先把這個 記在腦海上 這三個規矩 到這三個規矩 你符合它 那你再進入第四條 如果這三條 你就已經違反了 有可能是形狀違反 有可能是代式第三 都一樣 只要違反這邊是三條的 其中一個 它就是屬於Nah Altimatic 它就屬於Nah Altimatic 非方向主 好 非方向主 好 如果前三條都符合 第四條 為反 我們把它叫做 Anti-Almatic 叫做 反方向主 好 所以 這個 一般在考試的時候 你做手在考的時候 都是一樣 他會給你出比如說十個話 讓你判斷 Altimatic Not-Altimatic Or Anti-Altimatic 這很重要喔 這很重要 那Not-Altimatic Anti-Almatic跟這邊差什麼地方 它就說有什麼的不起的 如果你今天是Altimatic 那你要把它吵下去 它是具有方向的個性 它身邊主要的配線都很穩定 不容易進行反應 如果它是一個Anti-Almatic 代表什麼意思啦 它的雙腺是非常活躍 然後呢 形狀是平面的 所以你可以朝著平面 它的這個雙腺很活躍 去絲毫的感應性質 如果它是一個Not-Altimatic 你根本不用考慮了 為什麼 它的拍線之間根本沒有交互作用力 你就把它視為是獨立的拍線去投入 這是在判斷你四方的更重要的特色 所以前三條符合的很重要喔 它必須是這個 contrugated pie system 必須是環狀的 很重要一點是它必須是環狀的 然後呢 是具有這個環狀系統 第二個 環狀系統上面 環狀系統上面 每一個Pi 都必須是sp2 orsp 第三個 是這些Pi分域呢 它必須要能夠 是連續的這個overlating 必須要是連續的overlating 然後呢 造就了你的分子結構 必須是平面的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平面的結構 你才能夠去討論它後面 是屬於那個問題 還是平面的問題 如果誰那個都吻合 第四個 能量是不吻合的 能量是變得不穩定的 那麼 它就是一個反方向主觀 那不是很麻煩 每一次都要去自己的那塊人 你們先去看它的裡面吻合 不用 我們算是說素紋的 它呢 會遵循一個規則 當你先這樣吻合之後 你就可以算它拍電子數 算拍電子數 它如果拍電子數不吻 你的這個分子的要求 國於電子的要求呢 它就屬於反方向主觀 所以 凡是你是反方向主觀 有什麼特色 它必須是 六環的結構 四環的結構 如果是六環結構 它環起來 比不環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它來的穩定 則 它就是屬於反方向主觀 如果呢 這個 在多分大大影 玩起來之後呢 比不環的這個 萬趣之大大影 來的不穩定 則它就是屬於反方向主觀 但是前提是 這兩個 都必須要很多 平面 都有SP2、SP 都有連續的這個 必須要不公開這些事情 好 如果你的分子呢 它是反撞的 然後呢 它有 可是呢 它裡面具有 不是SP2 也不是SP1 這種SP轉方向 它根本不用討論 它就是Nine 它根本不用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它根本就不進入 方向主觀的討論 所以 如果你是它 那它的反應 性能上是會比較自己 它的能量 就會跟這一個 開管系統的能量是接近的 你就只把當成C 到公共系統 來看它就可以 這樣到這邊可以了解 所以這邊是來幫你判斷 Alimatic Anti-Alimatic and Non-Alimatic 所以 這一些 這個 男士進度Nine-Alimatic 你只有一個關鍵要點 就是呢 它沒辦法有 Continence Overlay 和PO 全部關鍵在這裡 你只要知道 這個分子出現 你會發現 它有可能會沒辦法造成 你的PO 能夠連續CP值 有交集 那它就是你那裡 無論你今天是不是 你今天如果是你連續 這個Double Simple Double Simple 這樣子的進行 可是呢 它是像剛剛那個 安環的 會折起來的 它代表的也是你的PO 沒辦法互相共用 不是嗎 所以呢 那你屬於Nine-Alimatic 因為它也是造成你的PO 沒有辦法OVIP 那你在節目當中呢 四個SP路 夾了兩個SP3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的PO3S 根本過不了這個SP3的蛋 它也是中斷掉你的PO OVIP 它也比較是沒有清場 你就不可問它是什麼 類型 它一樣是屬於這個 Nine-Alimatic 好 所以這次還問它的 二分子 所以問題就來了 當我 派遇人出來說 欸這個六環結構 符合結三個 四環結構也符合結三個 那我到底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屬於這個方向組合 我該怎麼判斷 我怎麼知道能量有沒有比 開環還要比 這時候就進入所謂的UKOS UKOS 這個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幫你判斷 當你的分子符合結三個要件 環狀 平面 連續PQE 之後 它到底能不能 這個 我比你開環結構的能力 就看路過蘇格 如果你的拍電子 不是4N加2 N可以等於0 N可以等於0 那我可以看這個意思 你就是說呢 你的環狀結構 平面 PQE是連續的 然後呢 你的電子數是4N加2 什麼意思啊 你的電子數可以是兩個 6和10個這種排列下去 14個這種排列下去的 4乘以3加2等於14 所以你只要是總電子數符合是兩個 兩個 6個 14個這樣子的排列這個電子數的 那麼 它就會讓你的分子符合能量會下降 為什麼能量會下降 很簡單 加2的這個2 你就放在這裡 上下每個能力都是對稱的 都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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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每一個人就需要幾顆電子 4顆電子 所以你的4N加2 兩個先扣掉在底部 剩下每一層都是4顆電子 你只要符合4N加2 他一定會把每一個第二點 不會出現兩個是單子站在那裡 好 有點討論清楚 我們來看這個 再聽清楚 4N加2跟4N它的比例吧 如果你是4N加2跟4N 我的符合排列用 如果你是4N加2 兩個先扣掉 剩下的你都會整出 代表什麼意思 你的電子都會整出 每一個同能量的能量都會填滿4顆電子 可是如果你是4N的 你要先把你的電子出現 扣掉兩顆 拿來點在這裡 比如說它是4顆電子 它就扣掉兩顆 剩下兩顆 這兩顆要填到上面的兩顆連接 它就整顆點一顆 是不是變得開始扣掉電子出現 這是HUKO審問我 要告訴你的事情 所以你的電子數啊 必須要 拍電數必須要能夠符合 這個4N加2的規則 N等於停 N等於1 2 3 不會再更多了 你的拍電子數啊 如果是4NN等於1 2 3 你想說4NN等於1 2 3 就想說4NN等於1 2 3 那就是 OK 那你才是保護的啦 你怎麼會有這個 Sv2的迫遇存在 沒有嘛 你至少要一顆拍電子數啊 至少要一顆拍電子數啊 所以呢 你若是4N 無合4N這個規則的話 則你會有這個 這個進入呢 ATILEMATIC的UTER半酬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你只要遵守 不夠輸入 只要你誰的MATIC 你是違反不夠輸入 你就誰才有MATIC 但是前提是 你要先復合前面三個 你要先復合前面三個 平面 連續屁股率 環狀 就是這樣 三個性能不能復合呢 你才討論不夠輸入 如果前面三個都不復合 那你也不用討論這件事情 你也不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回來問一個問題 那到底 到底 到底 這一個 這個 CycleOpter 到底是 什麼樣子的性質 來看 幾分子來看 就像說 哇這個很判斷 每個HP盒率 也是有啊 12345678 看就是HP盒率 它是環狀的 是環狀的 你們每個看都有這個 這個 T-Opital 每個都有啊 好 我們來看 它是應該可以進入這個 方向頭側的判斷 幾個HP盒率 122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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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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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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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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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八個以上就開始出現 比重同意出現的是非平面狀態 所以你一旦出現非平面狀態 它就是進入了non-alimatic的化身 它主定用這個非方向性的化物的導致去判斷你的結構構型 好 所以這在各位創作創意 所以我們剛介紹過那麼多的另外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四個碳的 它是 anti-alimatic 為什麼是 anti-alimatic呢 因為呢 它緩起來不緩 所以它是一個違反的意思角度者 前面常常都遵守 所以它是一條非平面狀態 八個則是因為它的形狀根本就是平面狀 所以你根本不用討論它的能量會比較高 它根本不用討論定式 它是一個 non-alimatic 那到了時刻的時候 你開始會討論它 這個時刻的這個結構 你有四個碳 四個碳呢 原則上它有可能會是穩定的 也有可能會是不穩定的 但是基本上呢 這種時刻碳所構成的這種化合物 無論它裡面有出現這種 anti-alimatic 它都是那裡的 為什麼 它形狀太大了 到底它產生錯位 到底它產生錯位 所以這種時刻碳底上 你的開箭書是10 10是4n加2 有什麼分的2 你知道4n加2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有點值得沒理 但是呢 它的構型呢 會讓它造成分解過 不是一個平面 完全平面的形狀 它的pine就沒有辦法是poglating 這時候呢 你就得到none none 那是一個例子喔 這個例子 我發生在是none none 是none none 兩個粉紅扣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大概是10個pine所構成的 一樣有5個pine所構成的 4個pine所構成的 那這個形狀呢 它是每一個 這個線樁都扣在一起的 每一個pine所構成的 然後每一個pine 所以如果你是none 這個pine所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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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要在 它就是一個方向power 它會是一個方向power 每一個星球 這個是全面的 但這個沒有全面的 為什麼 它太大了 所以它的分子會去扭曲 它會直接扭曲 這個就直接看到 它是一個方向power 中間兩個東西是卡到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說兩個會錯位 會錯位成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卡住的 這個很好判斷 它一定不是你想要想到的 這一個確實很難判斷 所以當我如果給你一個這樣子的便宜 你一下無法判斷的時候 你覺得你發生說它是平面的 那你可以跟我 你寫的時候會寫什麼樣子 比如說 Alematic if the structure is kind of 你的結構也是平面的 它是想要想到的 這樣我可以做出來 或是它有類似如果要考慮它的時候 但是像這一種的 你應該知道這兩個 在這邊是不想卡在一起 它一定會錯路錯帶來的 你應該知道它是這個 好 最後就要告訴你了 一個barge的這個 比較大的這種 4N的這種 Nurane Alematic 通常呢 因為管只要一大 它就很難變成是這個平面的酷型 所以只要是大完的分子 雖然它是連續的contact system 通常它都是屬於Nurane 通常都屬於Nurane 因為它根本沒辦法形成是一個 全平面的酷型 全平面的酷型 好 所以 我們從剛剛這樣子 一路下來之後呢 可以同時認知這個事情 這個Nurane 這個Nurane 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則 你告訴我 那很簡單啊 就猜兩個 不是兩個 四個 六個 但是四個 也沒幾個 那這樣的時候 好像很判斷了 也就沒幾個被判斷了 可是當我們如果把一原子也放進來之後 就很難判斷了 也就是說 我如果把氧 把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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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進來的時候 你該怎麼判斷這個分子 這個方向性 就開始出現問題了 好 在那之前呢 我們還是先給你看一下 這個入口輸入 它去影響到你的這個 這個化合物的 一定性的原因 就像剛才講過的 4N加2 就是出現在 端點這個位置 所以每一個 骨域排起來的時候 無論是極角形 都一樣 一定會從 1-2-0-0上排 1-2-0上排 每一個等能量的能力 就是 Degenerate Degenerate 都是對的 所以它都需要四顆鏈 才去填滿它 所以 4N加2 才有機會去 讓你上面 每一個能力就是填滿的狀態 而不會出現像4N加2 一定會出現兩個 這個半碼的 這個能量 造成它的這個 不穩定的 不穩定的這個能量 好 那是不是只有穩定的化合物 會出現所謂的方向性跟非方向性 沒有 我們以前所學過的一些化合物呢 如果你是 這個反應當中呢 出現了離子的時候 欸 這個離子啊 也有可能 必須要進入這個方向性化合物的判斷 什麼意思 想一個問題 我們以前有講過 我要去判斷一個 分子裡面的某一個氫的位置 是酸的還是不酸的 怎麼判斷 是告訴你把氫拔走之後 產生的那個碳度 能不能由其他的重症的出現 產生了電子 能不能被我們電子存在 它就告訴你 它能不能去穩定某一個方向的進行 今天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的分子 產生了中間體 這個中間體呢 產生了正電 或產生了負電 讓本來不是方向化合物的這個分子 開始有機會你會進入 要判斷它是方向化合物的時候 它就會幫助你判斷這個分子 所參與的反應進行 有沒有進行 給你的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一個 這個Cycle Penta Diabino Ions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形狀呢 這個分子會不會是一個方向化合物 我們剛剛學到現在了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Cycle Penta Diabino 它是不是環形的 它是 它有沒有具有Cycle Penta Diabino 有沒有具有連續的PoPto Diabino 一定是出現一個SP-3 出現一個SP-3 所以它不會是一個方向化合物 它沒有什麼好調的 可是啦 今天這個結構 它才有下一個反應 如果呢 在上面產生了正電盒 或是產生了負電盒 那這一個正電或負電的構築 它能不能進度判斷 anomatic還是etalomatic 都可以進度判斷 我們來看再看一下這個結構 當我在這個端電 產生正電或負電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正電代表我一個PoA上面 是不帶電子的 空的 負電代表是 我一個PoA上面 代表是一對電子的 但是一對電子的 環狀的沒有改變 contribution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什麼 本來是SP-3 現在變成啊 有可能有空的國域可以點家用 有可能有空國域還換送 兩顆電子的電子 一般來講 我們會認為說 這一對單電 這個Nom-bound電子的總值 它可以 它是要算在SP-3 SP-2 SP-2的定算裡面 對不對 可是 當我這對電子 進入這樣子的溝氧之後 能夠幫助 這樣子的一個中間級的穩定的時候 它可以算進來 你的這個分子的開電子 為什麼 算進來穩定啊 那當然算進來用 那為什麼它算進來會穩定 很簡單 我算進來之後 這個電子 可以在這五個分子的開電子 它當然就穩定下來 或者是它不能算進來 我們來看它 所以你要看喔 為什麼叫方向性離子 就是因為呢 它不再是一個分子 中性分子形態 它出現了離子狀態 要嘛代附電 要嘛代附電 好啦 那我們來看 那代附電 代附電到底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符合線三個了 環狀 延續了 然後呢 是平面的 這個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小王嘛 比較不會理結構的曲折這件事情 可是喔 它到底能量會是提升還是下降 如果呢 你今天是一個 Cycopheta Deinoketania 它是一個洋椅子的時候 代附電的時候 代附電的時候 這一個分子有幾個洋椅子 幾顆 幾顆 我會出我的大聲講 四顆 很好對不對 四顆 四N等一 所以 當我填進到我的骨葉的時候呢 我有兩顆電子 填在單電子的狀態 填在單電子的狀態 它沒有缺慢的電子 如果我今天是帶附電的 則這兩顆會怎麼樣 算進去我的拍電子的狀態 旁邊兩個拍電子有四顆 加上兩顆 那方綠綠圓桶 變成六顆 四N加二 它會把它填滿 它會不會 所以 這一個反而是符合的方向主角性 那一個是符合方向主角性 代表什麼意思啊 今天啊 如果我有一個機會 能夠生成鎮電 也能夠生成複電 它要選擇的生成什麼 複電 因為它生成的這一個是 關係到了什麼呢 關係到它會參與的反應 來 這是第一個反應 Cycle分析的反應 這是還沒有被做任何動作之前的分子 這個分子的這個氫呢 遇到了一個 減 這是一個特殊趴上 這是一個減 遇到這個減之後呢 這個進度被打走 生成這一個 Cycle分析代表 整個平衡呢 是平衡在反應的右邊 反應平衡在反應的右邊 更新的呢 是什麼呢 它PK現在只有16 PK現在只有16 一般正常還講SB3多少 一般呢 SB3的它還是有16 然後呢 你如果是環狀的結構呢 這個SB3大概是46 AL平大概是44 以前我們學過啊 這個氫把它鎖住 有可能可以鎖 因為為什麼 你看右邊 這是一個 ALYL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它 是一個ALYL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它 是一個ALYL的狀態 對不對 現在你知道這要用力 可是呢 當我變成是這樣的分子 得到這個分子結構之後呢 不僅僅是一個ALYL系統的共振而已 它是進入了整個 當腔主號的特性分析 所以呢 它到弧度的下降了 這一顆氫的 這個穩定了 它這些氫還是很強喔 你拔不動喔 因為你拔了之後 它不會 進入你方向去的基酸 對你沒有那麼能幫助 你說老師 它這個氫真的很酸 也沒有那麼酸啊 它只是呢 你拔了頭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為什麼 移除掉之後 它是可以對你移除來的 是一個移除來的 所以整個反應的形象 會讓這一個POTOM的PKA 下降 讓這一個Defonation的過程 是上升的 增加的 然後呢 會進入下面的這個反應 所以這次方向你判斷你的附近 這反應會停在這裡 不會 它會再下去 遇到下一個Defonation 它會打到下一個區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的事情是什麼 方向性的椅子 它重要的目的是 要幫助你去判斷 哪一個反應的形象的中間椅子比較穩定 對不對 這樣是椅子 要嘛是正 要嘛是空 它都不會是最後產物 它一定都是反應過程中 那個中間椅子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關鍵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細細的來看它 這一個SYCHOPETA答應呢 這個結構裡面呢 這一個氫 它遇到的減 本來PK很高喔 可是呢 如果遇到的減 那這個氫給移走之後 這一對負的NUMBANGING 椅子呢 它呢 會進入這一個環狀的拍系統 而且呢 因為符合4N加2 它穩定了 環起來之後能量 這個時候呢 這個分子反而是穩定下來的 這個伐線路增變得相對簡單 因為我的長度比較穩定 我的長度比較穩定 欸如果不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拿的是一個 2-4-CYCHOPETA答應龍 什麼意思 我的SYCHOPETA答應龍 我的ST3的觀點上面 帶來了一個OH的形狀 這時候的形狀看起來很正常啊 這時候的形狀看起來很正常啊 這時候的形狀呢 這個如果把氫POTOMATIC 變成是這樣子一個很好 你去製造小燈色鎮變 很合理啊 為什麼 這邊是一個オリンピック的狀態 它電子直接打過來啊 所以如果按照 我教過你的 你單純只是要一個ADIAL SYSTEM 來看這個分子 你會不會說太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這邊雙鏡也可以共振過來 雙鏡也可以共振過來 它一定很好標標 可是答案呢 不錯的 如果按照共振來看 無論是負或是正 ADIAL SYSTEM 都可以進來去用共振的方式 裡面出正的問題 如果按照我們教過的共振 可是呢事實上不是 這個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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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OMATIC實在 可是沒辦法脫水得到這個正念 原因是為什麼 就像你剛教你的 當它脫水脫掉之後呢 是可能正念 它是不是平面 是平面 是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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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連續的POMATIC 有都有 所以你符合前三個 要進入判斷它是ALEMATIC 或Anti-ALEMATIC 好啦 進入到第四關 你要搬出你的絕招 更可惜如果 出來判斷它 看幾個派電子 1 2 3 4 4 4個派電子 分成第一 所以它是Anti-ALEMATIC 它不是一個穩定的 發向性能力 所以這一步 根本就過不掉 它就停在這裡 它就停在這裡 它停在這裡怎麼辦 這樣水在把它招募 就一直在跟平面的能力 就整在一直在跟平面的能力 它沒辦法得到這個正念 就沒辦法去做下一步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使用我們交過你的共振系統去判斷它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產生誤解了 你會認為說 它產生負電盒也可以產生共振 所以會被拔清 然後呢 產生正電盒也會產生共振啊 所以理論上 它也應該剛剛在上面這個系統 它也應該會剝掉 產生正電盒 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產生完之後 這個離子 如果沒辦法進入方向性的離子 你只要告訴你 它是一個反應中間體的時代 當助理判斷是一個反應中間體的時代 當我的反應怎麼走 如果說要考你這觀念的時候 就去幫你 把這個當成是一個SN1的反應中間體的過程 你就會覺得說 哇這個很好有SN1 為什麼 a least pre-stabilize is 它不會開樣 所以它就一檔案 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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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檔案 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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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在判斷裡的反應 或是中間體的一個判斷就是 依據的標準 依據的標準 那如果是七個探的呢 這個非常有趣 這個結構會非常有趣 這個叫做 choplin 這個choplin 這叫choplin 這個主要的構詞 這個是來自一個 叫做 Tin takeaway Tin takeaway 這個分詞是叫做 有些被引用引用的那種引用的 引用這個我看你們寫一下 哦!有寫這個 這個心臟 這個分子是叫Hinchito 它這個分子這個中文應該叫檜木...檜木清油吧? 檜木清油 中文它叫什麼? 它叫什麼? Enoti 所以請問它是什麼?它叫它是Enoti 這種快步過來 這個分子是全世界會發現的第一個 長得不像等環七個碳的重要的這個分子結構 但是它是當家俗話的文 它竟然是當家俗話的文 這叫Nambenenoid 這個叫Nambenenoid 它跟台灣的關係應該是才會發現的 是日本人發現的 這是一個Enoti的發現 很重要喔 到目前為止 大概平均每幾年都會再辦一個全世界的Nambenenoid Enoti compound研討會 它的名稱就是要去表彰這一個 在日籍的台灣的研究學者 這叫Nambenenoid 這個鐵附鐵難 它所發現的這個分子的結構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這個...這個... 方向性化號物啊? 原因在哪裡? 它是環狀的 是環狀的啊 那為什麼是環狀之間那邊? 我們來看它 如果我今天畫畫的更正式 再有沒有像是五個線三個 七個碳還有本是平面的對不對 那我的三個碳電子在這邊 一個空軌在這邊 我所有的碳是不是都是屁度 而且都有可用的屁度 那還有幾個這個碳電子 一個三個四個 4n加2n-1 它是一個方向畫的碳 它是很少數 可以穩定存在的 Num and Noem碳的碳電子 這叫Chopping Chopping Ion 在這邊畫給你們看 這是Chopping Ion的這個結構 這Chopping Ion 一般我們看到它是長什麼樣子呢 它的分尺長相本來不是一個方向畫耳物 這個OH在這邊 如果在水桶電子之下 它可以直指化 脫掉之後產生這個正電盒 這個正電盒就進入了方向主畫耳物的特性 所以這個反應會進行 所以這個可以幫助我們在判斷什麼 當我有一個環中化耳物 然後呢 我的耳中化產品有一個sp3的碳 這個才是在OH 它可以幫我們判斷 這個OH存在條件之下 如果發生在酸性條件之下 這一個會主續進行動作 脫掉之後 可以生成性的滾定的 這個Numatic Ion 它就會做這件事 這是Chopping Ion的特色 好 如果不是 我們一定要去拔它這個青 能不能拔得動 剛剛在5個碳是拔得動的對不對 5個碳拔完之後生成4N加N等於1 6個胎電子 沒有問題 可是在7個碳的時候呢 我如果拿一個減進來 拿再強的減進來都拔得動它 為什麼 我拔掉它之後呢 生成可用平軌域 然後環狀結構 然後可能是平面的 可是啦 我的胎電子有幾個 1對 2對 3對 4對 8個胎電子 4N等於2 所以這是一個反方向主的畫 這是一個反方向主的畫 所以 既然它反方向主的畫 我的個人能量很高不穩定 所以一個是怎樣 你要拔走它 就很忙 為什麼 我沒事情去拔走我的心 之後讓我變得更不穩定 幹嘛 不是嗎 所以我要能夠拔得動 的氣候是什麼 我拔完之後 我所得到的這個分子 要比不拔的更穩定 所以是比誰跟誰 事實上我比的是 這個負電跟這個減 誰叫不穩定 如果它叫不穩定 那就把不動它了 誒 看來看喔 前面跟你講這個 這個氫跟這個 這個 這個特比巴塞去比較 這個呢 拔走這個氫之後呢 這個分子產生了它 然後呢 相對的 這個 這個特比巴塞的這個 這個 這個OH的H PK18 這是PK16 這個比它還要摔 這個比它還要減 對不對 最主要是什麼意思啊 剛才 它會去選擇這個 往一個能夠得到穩定的 這個PK的這個方向來去進行 你要去比較 兩者之間 哪一個上面就進行 這是比較出來的 PK我們跟大家講的 這是比較出來的 所以歐洲來講 我們看到了這麼多的 WDIO 這一些方向性的離子 你要判斷它的 輕功能被移除 你要判斷它上面的OH 能不能被移除 你就去判斷 移除完之後 所帶的部電 或是所帶的這個鎮電 它能不能去 抗定去你的部份輸入 讓你的拍電子 是符合4N加2的 如果是不符合4N加2的 則這個離子不是不一定的 所以我們先上到這邊 下禮拜過來之後呢 我們會把你 這個 呃 一原子的這個概念引入 我們來教你 如果你再產生了 一原子的大幻分子 你該怎麼判斷出 它的方向性跟被方向性 好 好